這個不會不玩 不會不玩 他有一個任務 他有一個任務其實是 就是來消滅韓流 這是他 這是他最大的任務 然後因為他 誰交付給他的任務 老天交付給他 不是媽祖 郭台銘為什麼會重鎮 其實這個是 一般的人都是一個鼻子 一個鼻子呢 我就是好好的就是賺錢 鼻頭這麼大 當然是可以賺很多錢 可是相學裡面 他多了一個小的鼻子 在哪裡 在上面 這裡 所以如果你把他照片 這相片還真的有個小譜 對 如果你把它遮住的話 上面有個小鼻子 老師你一定歪了吧 不是 你可以去 我現在是 我把它勾出來 你畫的啦 沒有 我把它勾出來 你去上網看看他照片 把前面這個鼻子遮著 他會有明顯 會有另外一個小鼻子 好 那你看過的這麼多名人 裡面有誰有兩隻鼻子的 幾乎沒有 我們可以看到所有的人 這奇人啊 這奇人啊 都沒有 因為你都沒畫啊 不是 他這個 他是旁邊 特別的寬出來 對 那這種 這種雙鼻的人 他的磨略很深 道路很深 所以你可以看到 那個韓國已經很強了 居然還有一個人出來以後 那個韓流 就已經變成 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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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這個對他來講 其實他的任務是壓了 壓了 可是對平常好像感覺很危險對不對 好 我們看 這個 他剛好把小龍鼻 就壓下去 小龍鼻是什麼意思 小龍鼻 就是他有龍的鼻子 可是 太小了 小小的龍鼻不就蛇鼻了嗎 你看 他也有龍鼻 他比較大 有沒有看到 就很明顯 所以他壓得住 就是剛好 就是 然後他屬老虎 他屬雞 所以 虎吃雞耶 好咬雞 你可以看動物園 都是丟雞給老虎吃 好 那 民進黨 我們看看 這個賴靜德 他是沖管鼻 這個是在 在相學裡面 他是不會輸給 這個龍的鼻子 而且因為他比較 上面比較挺 就是說我們鼻子有長 跟往外的挺 那鼻子是 在紋 秀東西的 就像天線一樣 所以 沒有他鼻子的 政治人物 就是說 鼻子越 就是越挺 那你的訊息受得越強 可是還有一種 特殊情形 半豬吃老虎的豬鼻 他可以半豬吃老虎 這樣子 所以這就是 人跟人 蔡英文吃得住老虎 就對了 蔡英文他 整個像是 豬龍的像 所以他的眼神比較定 我們看 郭台銘的眼神 是 不是定 他是外露 所以他會有 你看起來這個眼 會比較 兇的眼 所以有時候 政治跟 商場不一樣 商場你只要聽我老闆的就算數了 對 可是政治 你得要跟一大群的 這個 這個政治人物磨合 所以 他 可是他很有謀略啊 你不是說兩支彼此的很有謀略 內鬥 內行 外鬥不見得外行 所以其實 我會請問你 民進黨 真的民調 到底什麼 魚還沒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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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看完 不一定的民調就對了 就是說 你看 你認為好的 可能是壞的 你認為壞的可能是好的 這福中有禍 禍中有福 這一局 是個變局 這一局是變局 所以你可以看到 前面好像 那個 寒流已經 已經準備要去當總統了 哪知道 這個 殺出 雙重鼻 對 雙重颱風來了 所以這個就是 細涵越揚 所以民進黨也還在變化之中 他還在變化 依然是福中有禍 貨中有福 對 有福 所以 他出來其實是 已經幫民進黨 把寒流壓了一次 所以郭台銘是 對民進黨反而是註